來到第十三行,我們會講一些Special Limit 我們有兩款 一款是跟Sign有關,一款是跟E有關 那他們怎樣來呢,我在這裡先 skip 可能之後拍影片,儘量解釋一下那個Proof是怎樣來的 另外就是,你會發覺他們兩個Limit 如果我們用之前學過的技術 例如Substitution、Factorize等等 都是做不到的 先講第一款,就是跟Sign有關 你先看它的結構是怎樣的 首先X要是趨向0 X要是趨向0 分子要SignK的X 如果分母都是K的X,就會等於1 這個分數,上下反轉是沒有問題的 我給你一個例子 例如Limit X趨向0 Sign 2X 2X 你看到兩個都是2X的話 你就可以說它等於1 主要是這樣用 你也可以看數值 1個例子 1個例子 2個例子 1個例子 3 我下面補3x,上面補4x,最后记得约回去 这个部分是用来抵消的 所以红色部分的约走和本身的分数没分别 但这个时候如果x吹向0,第一个分数会变成1 第二个分数都是1 而最后两个x约走其实是3 over 4 所以将它们成完就是3 over 4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Limut x吹向0,tg6x除3 2x 一样,如果你代0进去也是0除0 都是计不了数值 我们第一步先做的是将tg变回sin除cos 即是这个tg是对应这个部分 分母的3 2x,我们拆开旁边乘 因为你除一个数,即是乘成它的倒数 然后我们再拆开 sin除cos,其实可以分开两句写 你可以写作1 over cos乘成sin 因为x代0的时候,cos6x是1 分母并非0,没有问题的 然后sin6x的部分,我们下面補6x给它 然后sin2x的上面補2x给它 尽量砌special limit的样子出来 最后做底销 6x和6x弱 2x和2x弱 所以第一个limit就会出向1 第二个都是1 第三个都是1 最后x相弱就是3 好,再看一看第二款的special limit 和e有关的 你看到x出现正乎无限都没有问题 里面的结构是1加k over x 或者你这样去想到没问题 k乘2 over x 次方是x 那这个时候答案就会是e的k次方 那我们第一个是3号 我们考虑这个东西 x趋向0正 x趋向0正 里面是1加ks 次方是1 over x 如果你把0墮入x 你会得出1加0的正无限次方 为什么是正无限呢? 因为x是正数 所以1 over x也是正数 所以是正无限不是负无限 那当然啦 你这样计算是没意思的 我们1的无限次方 不可以说是1 因为无限也是一个symbol 不是数字 但是呢 如果我们做一些substitution 它就会变成一个我们familiar的limit 就是u等于1 over x u等于1 over x 如果x趋向0正的话 你的u是会出现正无限的 那我刚才也解释过了 因为x本身是正数 那1 over x也是一个正数 而它的minitube就是非常之大 非常之大 所以是正无限 如果你代入去 这一解变成u出现正无限 那这个x其实是1 over u 因为你可以做回调位 x对于1 over u 那你kx就是k over u 然后次方的u over x 变成u次 你就见得回刚才我们所说的special limit 所以答案就是e的k次方 答案就是e的k次方 所以这两款呢 其实都有人用的两个format 那我可以再讲一讲 就是 如果今次是0负不是0正 你可以重复回刚才的步骤 只不过是正负的位置 你最后都是记得e的k次方 由于你的left hand limit和right hand limit 即是0负0正的时候 答案都是e的k次 所谓two side limit是exist 就这样吹向0就可以 并且等于e的k次方 这一条式 和一开始讲的这一条 1加k over x的x次方 等于e的k次 两条都有人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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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背全部都可以 或者背其中一条 然后另一条自己devive 我都写一些例子 例如limit x tends to 0 1-3x的1 over x次 由于你的k现在是-3 k现在是-3 所以最后的答案就是e的-3次 2 例如下面的版本 limit x趋向正无限 1加1 over 2x的x次方 我们目标找个k 但刚才说过 你可以把k 放在旁边写的 k乘以1 over x 这里一样 其实是1 over 2 乘以1 over x 就是说你的k是2 所以最后的答案就是e的2次 这是应用 我们再看一条例子 s出现正无限 分数 如果你把无限放进去 分子分母也是无限 计不了数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用回special limit 我们首先的3x次方 我们先放在外面 里面先做除法 那你x除x就得出1 剩下就是加2 over x 你就会看到 我们可以再把这个3次方 搬到外面写 保留入面 这个就是special limit when k等于2的时候 所以括弧里面 就是e的square 再三次翻 最后答案就是6次 就是6次 那这个就是e的special limit 如何去应用 那如果你有兴趣想知道 proof的话 你可能再看其他的影片 可能我之后再拍 再看一看 你有兴趣就看 没有兴趣的可以去下一堂 今天先说到这里